纸背这一侧偏方 内侧偏圆 在手掌上面呢 大拇指对应的这一块 有一大块肉 咱们的手的外观上面 就能够看得到这里有一块肉 但这里呢 其实它是好几块肉 咱们对于花花来说 不同肌肉块 它之间的没有太明显的界限 就把它含到一起 这才是一种归纳 小拇指这次也是一样 从第一掌骨 和第三掌骨 它们之间还有肌肉连接 所以呢 在虎口这个位置 有这个造型的穿插 咱们画到手的时候呢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穿插 这里 咱们在画手指内侧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弧线 在画手指背侧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一些偏方的 棱角分明的线 有厚度的转折 它不是这样直角转 它不是这样比较棱角分明的转 转的地方呢 它是有一点厚度的转 这样的话 它就会比较 比较像 手指的感觉 咱们在画手的时候呢 只要是你有足够的耐心 以及分析能力 把手部所涉及到的这些 比较关键性的知识点 都照顾到 那你画出来一个还不错的手 都不成问题 都不成功的转折 这些东西 都不成功的转折 这些东西 都不成功的转折